市政府提出来深圳超级总基地要作为一个巅峰制作 所谓巅峰制作就在任何方面都争取能做出一些示范性的 出一些这样的经验 这个总设计师制呢 现在目前是我们主推的一个业务板块之一 总设计师制呢 也是当时新城市政府倡导的一种新的城市规划建设的一种模式 总设计师制可以说呢 是随着城市发展的这种需求 由于城市发展的越来变得越来越复杂 需求呢 这个也越来越多元化 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复杂的片局 它一般都是面对这个容积率比较高 然后空间呢都立体化 因为一般又都是交通枢纽 里面的功能都是它的商业 交通 居住 办公 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这个 功能呢 就是 呃 叠合在一起 使它的这个 这个流线 使它的功能布局 使它的这个 呃 运围 都变得比一般的区域要复杂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区域里面 如果说用过去那种简单的传统的那种管理模式 那么可能会影响它的这个建设的这个效率 建设的质量和品质 就是要确保把这个超总片局 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核心片局 打造的这个能够符合政府的高标准高要求 能够适应市民的这个他们的需求 和适应城市的发展 采用总设计实质是最好的一种模式 通过这种新的这种模式吧 就是总设计实质的模式 来解决城市发展面临的复杂问题 那么我们在这方面呢 就是还是要解决好 就是技术 各个技术层面的他们的一个协同问题 我举一个例子吧 你比如说过去 我们做这个地下空间 交通 还有这个市政管线 以及呢 这个做这个地表的公园 是吧 这个这些方面 过去都是分开系统做的 这招标的话 交通是交通招标 地下空间地下空间就招标 是吧 和地下管廊市政 以及你地表的这个中心公园 它都是分开招标的 它实际上在做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们之间呢 有非常高度的 他们之间的关联性 你比如说你做地下空间 它有很多的这个设备 很多的这个 这个逃生的这些 交通 这些楼梯 是吧 它冒出地面的时候 如果说它做的时候 就按照它自己的要求来做了 如果说你不和地面的这个公园 它的这个景观相结合 那么它们之间就会相互冲突 是吧 就是你是你 我是我 那么你必须呢 把它同土来一起来考虑 这样的话呢 就做到既满足了 这种设备功能的需求 同时呢 也满足了我们公园 这种景观美学的需求 所以在这方面呢 就是如果说没有总设计师制 这些问题呢 就是可以解决 但解决的就没有通过 总设计师制这种 全过程的跟进 就是全面的统合 做得更好 所以说呢 这个总设计师制 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 还是非常大 滨海呢 是草总那个片区的一个 特殊的啊 这个景观资源 当时在做这个片区的时候 滨海大道 它是平交 平交拉过去的 现在呢 就是搞那个 在草总片区 就搞这个下川通道 下川通道的目的呢 就是使这个公园 从北到南能够打通 就是那是唯一一个 就是我们现在过去都要通过天桥 通过地下通道 是吧 完全是一种交通功能的 这样在南北这个 这个滨海大道两边联系的 现在将来这个片区 从这个下沉的这个通道 就完成以后 我们上面呢 有一片 有将近一百 二十多米宽的一个公园嘛 一百八十米和一百二十米宽的公园 就从南北就完全贯通了 这样的话呢 就是我们滨海的这种景观资源 和我们这个腹地的这种 就是说公园这个资源 完全就整合到一起去了 就这个呢 将来是我们草总片区的 一大亮点 就是让我们的市民 让我们在这个片区里面 所有的活动的这个 各类人群在这边能够享受到 这种更好 更舒适的 这种滨海的这种景观环境 还有公园环境 而且创造一个更宜人的 这个休闲 这个购物 在这边这个欣赏 这个滨海这个景观资源的 一个好的去处